很多情況底下喔 不要說大家以美了好不好 也不要再一直說什麼 中國大陸有什麼間諜氣球啦 間諜華為 好 現在呢 德國啊 這次慕尼黑會議啊 拜登據說一去到會場外面 他就蠻不高興 因為他就發現 欸 怎麼會 這麼多華為的系統呢 這個蔡偉媛 很多華為制的天線 這才發現啊 歐洲非華為還真的不可能 像是德國 義大利 波蘭 葡萄牙 奧地利 西班牙 還是在買華為5G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華為 美國打不死的華為 在持續的前進 但是美國呢 我們要從美國的先 從他們經濟面來看 美國的經濟會軟著陸 還是硬著陸呢 但是經濟學家 普遍的預測就是 滾動式衰退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曾經被稱之為 最優秀的企業 最幸福企業 Amazon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公司在幹嘛 大裁員 這種大公司大裁員更不得了 一次裁18000名 而且更扯的是 還有人被裁了之後說 還收到公司會議通知 他想說 那我到底還要不要去上班呢 好 那今天重點來了 接下來的美元 是不是會走向衰退的時代呢 有一位叫末日博士 盧比尼 他說全球將走向 二元貨幣體制 美元逐漸武器化 然後呢人民幣的地位 要開始提升 美元可能在未來的十年 丟失國際儲備地位的 儲備貨幣的主導地位 我們一步一步來談 就是美國經濟會不會硬著陸 我跟各位解釋 在經濟學上對硬著陸跟軟著陸 是有一個判斷的標準 什麼叫硬著陸 就是在一年之內 失業率快是增加 經濟成長率幾乎掉到零 或者是負的 然後通貨膨脹率超過5% 那一下子三個問題 通通卡在一起 碰 往上丁一摔 政府秉青年總 老百姓秉青年總 這個叫做硬著陸 什麼軟著陸 像氣球一樣 要掉不掉 經濟已經明明已經快接近1.0 然後通貨膨脹也蠻高的 那可是好像就失業率沒有很嚴重 就是三項主要指標裡面 沒有同時往下摔 看起來好像一兩個指標 好像還可以 那一兩個指標 看起來好像還軟軟的 那只有一個指標 看起來好像快掉到地上了 目前美國的狀況 還在軟著陸的狀況 還在軟著陸 因為什麼 通貨膨脹有沒有緩和 有啊 去年動不動的怎麼8%9% 現在到6%啦 所以看起來通貨膨脹 是有慢慢的緩和 那失業率呢 沒有增加 你別看他裁員一萬八千戶 他現在這樣子 科技業一片慘狂 Twitter也裁員 Facebook也裁員 全部裁員 可是什麼營建類 Lilicoco那些什麼比較 沒有非科技業的就業人口 大量增加 所以一增一減的結果 他的失業率 沒有很明顯 沒有很嚴重的 的一個增加 所以拜登還講說 我們現在又增加多少工作機會 我們現在失業率沒有很低 他就要催這個牛 那有失業率都以前 川普造成的 那不是我增加的 你看他可以催這個牛 即使是如此 失業率 還沒有很嚴重 但是科技廠商裁員的都是中產階級 你拜登增加的都是那些低薪的工作 那低薪的工作就很多的這個西班牙語意的 那麼還有黑人朋友 就業機會都增加了 都是比較勞力密集的行業 所以有人就說美國的這個所謂的中產階級 已經開始在衰落 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 Amazon會裁這麼多人 是出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可是不要忘記 還有 Intel也在裁員 Apple也在裁員 然後你大概舉了出來 科技業的 還有什麼那個 你想的出來都在裁員 那為什麼 因為存貨太多 為什麼存貨太多 去年以為今年生意會很好 囤了一大堆 然後現在怎麼辦 周轉不靈啦 只好拿員工開刀 因為什麼 剩下的沒有客戶啦 再加上跟中國對抗 現在產生副作用 他們每天台灣的自由時報那時候 中美對抗 哎呀中國經濟多長 怎麼搞了中國經濟成長率 一估5%以上 有人還猜到6% 還有猜到6.5%的 他哪有問題啊 沒有問題啊 不管企業的變動如何 整體的總體數字 是正向的 就表示這個經濟體 還在滾動的很成功啊 那你美國不是啊 現在猜美國 最好的經濟成長率 今年是1.5% 我們台灣今年猜起來 大家都也覺得很慘啊 所以對於這個 Doom 這時候末日博士盧比尼亞 他很喜歡唱衰美國啦 這是有名的美國 以美論唱衰論 這個偉大的作者 他至於美國人啊 他說 美元逐漸武器化 就是你美國動不動 就以什麼樣 沒收人家的美元的存款 外匯 然後讓人家 阿富汗也被沒收嘛 阿羅斯也被沒收嘛 那沙烏地阿拉伯 當然害怕被沒收嘛 對 那中國你說不害怕嗎 不害怕中國為什麼現在 猛在賣這個美國聯邦 準備的聯邦的公債 就是同樣的道理 那人家逐漸的不想 持有你美元的話 他就會想要尋求 還有沒有其他貨幣 可以作為儲備貨幣 作為交易的工具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貿易廠商會有交易的需要 需要各種貨幣 可是不要忘記 有一個很重要的人 很需要貨幣的交換 那個叫中央銀行 那如果貨幣不交換的話 就用黃金來交換 所以你知道 看他那種黃金飛機 就是我中央銀行 包一架飛機 把這個什麼 把這個黃金 運到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幹這個事 像我們台灣 也有這種事情 我們台灣美兜 就委託某家航空公司 到香港去運美超 我們台灣的美超 從香港運來的 所以你看各銀行 換超就換美超有沒有 很多美超是新超 就從我們台灣 到香港去轉過來的 是這樣子的 什麼叫人民幣地位提升 第一個 俄羅斯不能用美元 不管他用什麼 用人民幣嘛 那現在阿聯酋 以及沙烏地阿拉伯 也想說 中國乾脆這樣子好了 我不收美金 你給我人民幣 那你只要允許有人民幣 可以在你香港大陸 自由流通有沒有 我可以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就拿多一點 不知道我拿少一點 那想中國在這方面會放寬 那盧比尼說 美元十年內會丟失 國際貨幣的主導地位 我當然不知道 他的主導地位什麼定義 但是美元作為 國際貨幣準備的比重 會慢慢降低 然後會有各式各樣的貨幣 來取代它 尤其是黃金會取代它 那像中國大陸黃金 在前年才不到1000噸 整天被我說三道四 我說你那個人民銀行幹什麼 你在美國有8000噸黃金 你才1000噸幹什麼 好啦去年一整年 被俄物戰爭刺激了 這開始慢慢買 到去年年底才買到2000噸 但我能夠知道 那個中央銀行買的黃金 不是我們大媽到銀樓買的黃金 不要誤會 也不是民間那種金條金塊 不是那種黃金 中央銀行貨幣黃金 是另外一種規格 它是個高級的奢侈品 不是你到中央銀行物來的 金庫去看就知道了 不要以為那是銀樓買來的 不是 是特製的廠商提煉出來的 它的純度 精度 規格 是有個國際標準的 也不是你們在看那個007 動不動演美國的金庫 托美國金庫打開 不是那個樣子的啦 被騙了 沒有堆在那邊 堆在那邊是沒有辦法 去統計 去計算 去積合的 它另外一種堆的方式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我們烏來的金庫 好 那我們說來 所以各個貨幣會逐漸 有一個戰國時代 戰國時代裡面 哪一個國家佔了優勢 秦國佔了優勢 現代貨幣的秦國是什麼 就用他的貨幣 就人民幣 所以人民幣趕快把你的 人民銀行裡面的外匯準備 降低美元 增加黃金的比例 人家對你會更有信心 會更願意用 這個人民幣 當國際的儲備貨幣 要不然我持有人民幣幹什麼 我發現說 你自己的銀行裡面 都放美元 那我乾脆拿美元就好了 我拿你人民幣幹什麼 這是什麼個道理嘛 所以人民幣 我建議 我建議啊 他的美元的儲備 至少六千噸起跳 合理的啊 因為你美國二十四兆的GDP 他有八千噸 貨幣黃金 你有十八兆的GDP 你有個六千噸 算什麼 就 他實在是 人民銀行 去年滿了一年 才從一千多噸到兩千噸 太懶散了啦 這個動作那麼小 對